因為反正我罵人嘛 大家都認為是我錯嘛 連我岳母連很多朋友都說我腦袋進水嘛 沒關係那這件事情我錯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會不會講他斷章取義的事情 我跟你講他一定不會講 我猜的啦 來看看 我幹破你娘 他還要再幹破我娘第二次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做這件事情的人 會是一個三十幾歲 果然啦 他說我幹破他娘第二次 完全不講自己斷章取義的事情 完全不講自己斷章取義的事情 這種人這叫垃圾 我本來已經不講罵他 可是這種人這叫垃圾 完全不講自己斷章取義的事情 有兩個小孩的爸爸 會講出來的話 就是 想說應該是 你好我是同學 我是同學的經紀人 那這件事情 大家約個時間出來聊聊 我幹破你娘 你本來想是這樣 對我想 就是看看他是不是後面大家發個文章 說說這個效果還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們希望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這個人真的是不要臉到一個極致 真的是 我真的 我都快受不了了 這個人真的是不要臉到一個極致 我 我不看 後面我不看 後面我不看 好算了 我們趕快看 趕快看他略過一下 這個真的不要臉到一個極致 003下面明就有回你說 他這個人就這樣子 他講話就那麼衝 然後你完全 你還說 你自己 你自己講的話 喔幹不是我手機 你自己講的話 你還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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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罵什麼 多罵一點 說出來舒服一點 幹你老師你這個人真的不要練啊 真的是 喔 不行不行我要忍住 所以說